各位裁判委員大家好,我是Simon 我們來講解在三項動作中比賽的一個規範 我們首先看到側面的蹲舉動作 開始蹲舉前,出槓 此時必須要把雙腳打直 等待裁判口令才可進行動作 下蹲,髋關節因低於膝蓋 這時候回復原本的站姿雙腳必須打直 聽到口令之後才可以再回槓 切記不可以丟槓,不可以棄槓 接著看到握舉動作 起槓的一個拱橋動作 必須雙足立於地面,不可踩踏在椅子上 雙手伸直後出槓 髋關節、胸椎跟他的頭必須躺在bench上 不可離開 等待裁判口令方可進行動作 口令結束後才可進行回槓動作 接著看到正面的握舉動作 起槓前必須讓大拇指繞槓 起槓後雙手應打直 等待裁判口令方可進行動作 直到槓碰到胸口 此時手肘音低於尖峰或平行尖峰 聽到口令後才可以上推 結束動作聽到口令方可回槓 接著看到正面硬舉動作 動作完成時雙腳應打直 胸口必須躺出 結束時雙手應該護著槓一起落地 不可棄槓、不可丟槓 接著看到側邊的硬舉動作 動作完成時雙腳打直、胸口挺出 必須超於尖峰的油位置 胖關節也必須伸直 結束置於地面時雙手應保護槓 不可以棄槓 以上為這一次GKPL 層次四汗建立公開賽的評判標準 9月30號、10月1號 我們新裝體育館見 1號 11號 9號 9號 1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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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號